繼續來自新港鏡的消息 農曆三位二三媽祖生 新港鳳天宮收藏專台 由新港藝術股中的學生跳615 為媽祖一千空五十八年聖誕成秋協修 意識中現新空去年間的科技新空 農曆三位二三主席一年 現年宴會就兩新港亞空 也三個新港鳳天宮 媽祖就修代電正式開始 250位新港的學校中 學生收藏成一聲、禮聲、月聲和唱聲 以照清空去坐電梯期 一步一步進場 雖然由管理中華官留意担任文 新港鏡頭林木星 新港鳳天宮當時中和特洪頂人 在廟宇來吃丁丁飲酒這關和真憲哥 在廟宇有615 東部向媽祖很受 每個禮就是對於媽祖的敬意 所以我們用吟詩的方式 把我們整個含義引唱 然後我們有異聲再用舞蹈動作 我們再把它做一個禪式出來 就是比較傳統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隨心 就是很正式的感覺 我們每一年都這個禮術都一樣 615 我們的藝術高中 還有我們的聖經團 照理行為 表示成敬 新港鳳天宮表示 今年是開台媽祖主題三百五十六年 那是天上聖廟 一千空五十八年聖誕春秋 為登頒媽祖入行主比為懷精神 615的藝術 是以入行為主 在這裡參加很少的學生 也不少都是媽祖的客人 甚至很少的台電 大家休息 包括台風各界 政黨的臨時 和各有公廟代表 都告定議會 上面有少許人參加 在今年聖誕台電 由彭天宮當時長和特洪 在為登頒門上 21人担任者現場 中青苗信徒 相處合室 堅信向媽祖無敗 在新港鳳天宮 19號晚上7點 在彭天宮英雄客大老前 幾百媽祖小夜晚會 由楊阪町藝主持 邀請蔡小虎 翁立友 張秀卿 黃思廷町藝 為媽祖演唱職 三十苦要向新港鄉 蔡富博德